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 节药 太上曰 佛福无门为人制造 节药第九条 颂缘禅师 为衣穿曰 佛能生佛 佛能生佛 佛能生佛者 以其处为之时 窃于施安 身于求礼 由能其位静谨也 佛能生佛者 以其居安之时 众其思念 众其交代 由多倾夫 五慢也 那么这一条 宋朝 灵缘禅师 那么对这个 一川 一川先生 这是当代的大卢 那么 禅师给他 讲了 我们一般讲 开示 说佛能生佛 佛能生佛 那么这个 佛能生佛 佛能生佛 在我们常常读 无量寿经 也读到 佛佛相成 佛当中有佛 佛当中有佛 这个就不一定 这个就是 感应篇开头讲的 佛佛无门 为人制造 关键都在人 你怎么做 这个都人自己 招感来的 所以 这个佛佛 它不一定 那么 佛能生佛 那么遇到灾佛 那怎么能生佛呢 人啊 遇到灾佛 他能生佛呢 是因为 以其处为之时 窃以死安 生以求理 那么他处在这个 危难 危险当中 他很 迫切的 需要 能够得到安全 能够得到安定 就是 那么在这个方面 深入的去 求理 求理去追求 这个当中的道理 那我为什么 遇到这个灾祸 这个灾祸 什么原因造成的 生以求理 就像我们 这一次 这个 新冠肺炎 疫情的感染 那这是灾祸 瘟疫 传染病 那么人类 如果能够 去反思 为什么 地球会有 这种瘟疫 到底我们人类 做了些什么 做错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这个就 深离求理 深入的去 反省 到底我们 哪里做得不对 那么深入 反省 那必定会 找到原因 像这个地球上的天灾人祸 现在联合国不是一天到晚在开会 节能减碳 保护环境 但是一面提倡一面又继续在污染 因为为了利 那么造成破坏地球 自然生态的平衡 污染整个地球 这是人类造成的 这个你不能去怪老天 人自己招感来的 为了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 过度发展科技 造成严重的污染 所以今天这个地球 大家都有危机意识 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危机 那如果人类能够反省 能够依照圣贤经典 的指导来改正 不要只求名利 要能知足常乐 不要过度发展科技 那么这个地球 这个污染破坏 才能减轻 人类才不会 常常遭遇到天灾人祸 现在这个灾祸 是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南北极冰山快速融化 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这个不是老天 这是人类造出来的 那么有一些天人灾害 水灾 火灾 实际上通通是人感召的 所以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不要怪天 不要怪地 都是人去感召来的 善感召福报 恶感召灾祸 所以人能够反省 那么生离求离 能够改过向善 那祸就变成福了 犹能其位静谨领 能够为去这个灾祸 能够恭敬谨慎来做事 不管福作妄为 所谓要积安思为 所以危机也是转机 看人会不会转 那么福能生货呢 是以其居安之时 重其思念 适其交代 犹多轻乎五慢也 这个人啊 就是福报来的时候 那人就骄傲了 傲慢了 那居安之时 人很安逸 很安定的时候 那么 就会放纵 他奢侈的念头 放纵物欲 恢复无度 所以士其交代 士就放肆了 交就是骄傲 代就是懈怠 犹多轻乎五慢 轻乎五慢啊 就不懂得去尊重人 那么特别对这个圣贤之教啊 他就不重视了 他重视他的享受 圣贤这个教诲 他就不会重视 像感应篇啊 地子规啊 十善烈道经啊 这些教诲他不重视了 他只关心啊 他重视他的吃喝玩乐 这些享受 所以对圣教啊 多轻乎 轻视疏乎 甚至还有五慢 五路 怠慢 那这个福很快就变成祸了 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 祸福无门为人之兆 没有一定的 就是要断恶修赛 才能转货为福 有了福报 不能啊 放纵 这个娇失 傲慢的态度 还是要很谨慎的 来修学 这样福报 才能不断的增长 才能绵远流长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会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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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谢谢观看